常见脚臭的原因闷热蜜蜜的足部空间,男人不应该穿过近的鞋子,如果鞋穿得很紧密,就会使得鞋内的透气性很差。 这样的鞋子不利于脚下汗液的散出,同时更适合脚底细菌的生长,从而导致脚臭,皮肤损伤,男人爱动,这样,磕磕碰碰就变得在所难免。 一旦脚部皮肤受到损伤,皮肤的防御功能就会到大下降,细菌就会成虚弱的人,而它们的存在是引起脚臭的关键因素。 体型肥胖,肥胖的男人,由于身体过重和身体失落,所以更加容易出汗,脚部的汗液一直不断,脚臭也就一直不断了。 不讲究清洁卫生,有的男人在外面玩耍了一天,很累了,回到家就不愿意再去洗脚,有的顺至几天都不洗自己的麦子。 这样多天积攒的尘埃和汗液经过长时间积存,成了导致脚臭的罪魁祸首。 病理病因,脚臭引起脚臭的罪魁祸首是一种加白血菌的真菌,也就是通常说的腔杆脚菌。 它分解皮肤代谢物后,产生男人的恶臭,在人的脚上是吩咐着很多的穴位的,当然也存在着很多的汗腺。 这些汗腺分管着我们脚底的汗液,在脚腺里,每平方厘米有620个左右汗腺, 但是在身体其他部位,同量年纪仅有143,339个。 当人们活动增多,天气温热,精神紧张,吃些辣热烫食物的时候,汗液就会大量分泌出来。 出汗后咸耐的湿度和酸碾值,给细菌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, 加上皮肤快死的角质层,给细菌带来的足够的营养, 使细菌能够大量繁殖分解脚质蛋白并混合汗液中的鸟素。 鼠酸产生难闻的臭味。 一,除脚臭产品。 现在药店里,超市里都会受罢吃脚臭的产品。 比如防脚臭鞋垫,防脚臭喷雾,吃脚臭喷雾或者粉。 这些是快速去脚臭最简单的方法,往鞋里喷一喷,用个防臭鞋垫,会有不错的效果。 二,土霉素,因角气引起的脚臭,可以试试土霉素。 方法也很简单,将土霉素粘成粉末,然后涂抹在我们的脚趾缝里。 每天用,每次用一片或者两片,坚持半个月,会有不错的除臭效果。 脚臭患者学个柠檬,炸之后倒入50毫升的水,用着柠檬之擦脚可以去除脚臭。 四,茶水泡脚,有些人会建议将茶叶放在鞋子里。 没错,这茶叶有吸附异味的功效,放在鞋子里能去除鞋子的异味。 同时可以用茶叶水来泡脚,也会有去除脚臭的效果。 方法,茶叶放水里,煮被泡开后用来泡脚即可,也可以将茶叶水里加点盐进去,这样既能去异味就能杀菌。 效果加倍,蒸活尿膠治脚臭衣,萝卜薄水治脚臭。 方法,用白萝卜大胳,切成薄片,放在锅内,然后加适量水,待涨温制度后反复洗脚,此方法需长期使用,效果不明显。 二连将水洗脚制脚臭,方法,在热水中放适量盐和树片浆,加热树根中,不套时洗脚,可暂时缓解脚汗、脚臭,在未能达到标本兼致的作用。 三,保持足部干燥清洁。 要想根据脚臭,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持足部干燥清洁,保持鞋子干燥清洁。 对于真菌感染纯植物精华,提取配方,曾在本院收入被真菌感染的期选。 效期补选,湿疹的专用产品,深受大家的喜爱。 用皮肤致敷的春袍,给不少广大患者朋友,解决了被真菌感染的痛苦。 目前在某保持虚度向手指即刻享用,把艾带回家,把艾带到个地。 鞋子里是呼呼的环境,就会非常容易滋生细菌。 大量的细菌在鞋子里,加上足部的汗液,就会形成脚臭。 所以,要想从根本上都觉脚臭,首先就得保持鞋子的干燥清洁。 具体做法就是,平时回到家,脱掉鞋,把鞋子拿到阳台处晒晒太阳。 这样会对改善脚臭有很大的好处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